上回我們講到 戴玉兒聽到順治這樣說,他什麼都明白了 本來多爾滾真是有心 要跟順治修好 怎料順治不單止不領情 還叫豪格麗,傷透了多爾滾的心 唉,這人真是前功盡棄了 當晚戴玉兒在成乾宮裡 真是急得像熱窩上的螞蟻一樣來回度布 蘇姆兒衝衝走進來 戴玉兒一見到他就說 怎樣,多爾滾他肯不肯來見我 蘇姆兒就說,十四爺他不肯來 唉,這就糟了,即是說他真的生氣了 蘇姆兒很無奈地說 好好的一件事,看人躲遂就禍了 戴玉兒周身眉頭 傅林他真是自作聰明 想找個機會給多爾滾難堪出口氣 多爾滾對他越好,越是住土沒趣 偏偏又加上豪格 唉,這件事真是不知道怎麼收課 蘇姆兒,蘇姆兒也另頭說 皇上以為找到大哥就有靠山 他也不知道他這個大哥,比他的叔叔更危險 大玉兒說 傅林他私下找了豪格 顯然是他連我都疑忌 蘇姆兒就說 不會的,皇上恐怕怕他罵 唉,不是的蘇姆兒 大玉兒很感嘆地說 不過就算他猜疑我,我又可以怎樣 他畢竟是我的兒子 蘇姆兒就說 我看格格,怎要找個機會彌補一下 梁母子千萬不能夠不同心 大玉兒聽到點了點頭 於是就只要暫時放下這件事 想想自己怎樣跟信志多點溝通 怎樣好好地把道理說給他知道 尤其大玉兒最擔心的是 直到現在 多爾錦在御書房裏面都沒有像一個好些的師傅 信志很多書都讀不明白 很多道理,你一時間怎麼說他明白呢 再是這樣下去 他什麼學問都不懂 那怎麼可以做到個好皇帝呀 幸好過了幾天之後 洪成囚回來了 他一回來京城 就立刻來成乾宮拜見大玉兒 大玉兒的心一動 立刻拖實信志來見洪成囚 洪成囚見到幾年沒有見 大玉兒潮水了很多 他心有點辛酸 臣洪成囚 公請聖母皇太后 皇上萬福禁安 大玉兒擺擺手說 你辛苦了 這一陣子你做著江南總督 上馬管軍,落馬管民 果然不負朝廷所託 聽說現在江南已經步入安居樂業的景地 我真是感激呀 皇太后你言中 神授先帝的知遇之恩 原來應該貢獻所長 為朝廷效力 為皇上將來親政奠定根基 信志聽到很驚喜又很感動 大玉兒見到信志感的神態 點一點頭 洪先生你年紀大了 需要休養一下 你回來這趟好了 有你在京城我都不知道多放心 各省應該怎樣改革政務 你要知無不言言無不準 凡是好的建議 我會請涉政王多家採納的 洪盛囚遲一下 即時跪下說 聽皇太后這樣說 神有些說話 不說 我的心不安樂 哎呀 大學士請起身 有什麼說話你儘管說 是 我大清入關之初 除了四川 中原各地 很快就歸順 但是因為一指替法令 民間蛙掩 頓時各地的反抗勢力又風起雲湧 朝廷這十幾年來 浩費的冰原良響 真是不計其數 但是至今 這些反抗勢力依然未肅清 眼看著大好形勢 為了防止漢民逃亡 為了防止漢民逃亡 還殺了很多人 大玉兒聽到也很難過 這三樣辦法是我們滿族人的舊時風俗 攝政王說 不敢做不知如何安撫親貴將領 但是百姓蒙古 鴻聖酬說 恕臣大膽直言 攝政王已經不像入關之時 虛懷若谷從間而流 反而一意孤行 他竟然下令 凡是對這些哥正 如果是上表有意義的一概治罪 我看他 真是有點被勝利和權勢充分頭腦 太過驕惑 神真是憂心 所以神希望皇上早日親正造福百姓 令我大清朝國運日盛 我知道 你是一個忠神 順自聽到這裏也心中激動 他突然站起來 走到紅城囚的身邊拉著他的手 大學士 請你教我 我怎樣才可以做一個好皇帝 這句說話說出來 整屋的人都疾了 順自轉身對大玉兒說 黃鱷亮 我要做黃鱷馬的好兒子 我要做大清朝的好皇帝 請你叫人教我 大玉兒聽到 心裡都很激動 第一時間沉淫著不出聲 蘇末爾說 這句時候什麼都不顧得了 這是你和皇上彌補感情的好機會 大玉兒想一想 看了蘇末爾一眼 蘇末爾會議 走到皇上身邊說 皇上 你去西暖角坐一會兒 奴才準備點心 請皇上試試 順自動都不動 看著大玉兒 蘇末爾拉拉她說 皇上不要心急 皇太后會和你請個好師父 大玉兒也望實順自說 皇帝 你和蘇末爾去吧 我一定會給你餘願 順自這樣才很歡喜地跟著蘇末爾走出門 大玉兒看一看洪成囚 他很鄭重地說 洪大學師 我們兩母子有個不情之情 洪成囚聽到你誠王誠孔 神王恐 皇太后和皇上的旨意 神不敢不遵 這個不是落聖子的事 皇帝從世 攝政王就帶他學騎射遊獵 神王子也當然喜歡這樣玩 我在旁邊看下去 我只是著急 不可以干預也不能提醒 這幾年皇帝大了 他自己懂得飲了 想力求尚準 不過攝政王不讓皇帝接觸正事 皇帝的心很急 經常都想請個好師父教他怎樣做好皇帝 其實皇太后就是現成的好師父 那我不敢當 洪先生你文武存在 空中大有幽阔 輔助皇帝你是最好的人選 但是攝政王一定不會答應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不懲之請 以前皇帝不時撩出去打獵 這一點攝政王是不會干涉的 我就安排一個聲東激西之計 所以等皇帝去你那裡 也不用太過頻繁 以免暴露營職 總之 十日 就去三四日 請你想個辦法 啟發皇帝的好學之心 指點他應該怎樣入手 自己去體會民之所欲 學習為君之道 那我明白這件事如果被攝政王知道 你是很大麻煩的 但我保證安排一定周密 萬一洩露出去 我盼死都保你沒事 洪成囚聽到大玉兒這樣說 真的很感動 一跪下說神這麼多 神受孫帝和皇太后特大之恩 怎樣危險 亦都當犬馬相報 我說這句話是認真的 我保你沒事就等於保住了皇帝 為了保護皇帝 就算要我條命都在所不惜 這番說話 順自在門口邊都聽見 他感動到馬上走過來 攬殺大玉兒說 王鴨亮 王鴨亮啊 從此 順自每隔幾天 好似大玉兒安排 去到洪成囚讀書 學道理 洪成囚教得用心 順自 亦都是一片好學之情 他的進步可以說得很快 這一天 大家正在談論語上面的道理 突然之間 有個家丁走進來說 看老爺 老夫人到了 洪成囚一聽很驚喜 啊 這麼快到了 皇上書聚 請你少坐 神馬上去去就來 順自很寬容 有緊要事 你先走 洪成囚 即時迫不及待地衝出去 小堂的八卦 拉石的家庭問 老夫人是誰 哦 就是我們大人的母親 計一計 大人在外面打仗 二十幾年沒有回鄉下了 這次回來驚醒 特別派人請老夫人北上 打算好好盡一下孝心 讓老夫人風光一點 響一下清福 哦 原來是這樣啊 順自聽到就馬上對小堂說 我們去看看熱鬧了 於是他們兩個 就在中門後邊的門角落頭偷看 只見一架大車門外停下 家丁車夫即時圍實部車 那兩個丫鬟就小心翼翼走過去 將洪成囚的母親扶了下來 然後遞了一條祖木拐掌給他 洪成囚一見到母親 就立刻跪下迎接 僅於說 孩兒不孝 這麼多年來容馬牢牢奔波在外 今天歡迎母親北上 希望可以讓我意盡孝道 誰知洪成囚的母親都臉色鐵青 被抓住總木拐掌走到洪成囚身邊 突然一拐掌就打下去 你這個不孝的畜生 害我受了十幾年委屈打不高的頭 我這次來京城就唯一打死你 替天下除海 講完之後 啪啪啪啪啪啪 舉起拐掌就拼命地打下來 洪成囚見到母親打自己又不敢避 咬緊牙關就硬頂 那些家丁見到這樣就馬上關了門 哈哈 但是又不敢勸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順致和小堂滿面驚叉 猜都猜不到 哈 這位洪老夫人一落招 就上演一幕打仔技 大家目瞪口呆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洪成囚就哀求說 媽 你暫且息怒了 屁 息怒 這樣 我又怎麼平息天下人的憤怒 哈 那年 松山成坡 大家都說 以你的為人一定寧死不屈 以死殉國 皇上還賜了十六壇祭典 誰知 都未祭遠 到了第九壇 傳來消息 你已經投降了大清 我家裡的寧堂也只好撤回 周圍的鄉里 又笑又鬧不再說 那些親戚還特地來逮我 洪老太太恭喜 原來你們大少爺沒有死 那時候 我真是恨不得地下有個洞捲著進去 媽 你聽孩兒說 我 屁 你知不知道 後來第二招 就有人寫了一副對戀來送給我 史不流芳 雖未成名 中可發 雄欣浩蕩 不能報國反成首 史可發 雄勝臭 兩個名都陷在裡面 但是人家一個就流芳白勢 你這個就遺臭萬年 你附隊一下子就天下皆知 醜到我大門口都不敢出 今天我要打死你 替前名百姓出口惡氣 那我死都瞑目了 講完之後他拐掌又打 黑黑黑打到熊成囚手足無躁 猛金求饒 順次和小唐兩個都面面相聚 但是又不知怎算好 他一翻到一隻成拳宮的暖角 立刻 就向大玉兒講了熊成囚在府中 被他媽媽打的這件事 大玉兒聽到就很奇怪地說 蛤?有這樣的事? 黃鱷亮真的 我親眼所見那個老太太 力氣還真的不小 每一怪種打下去 都打得人很痛 但熊師傅的鼻也不敢鼻 蘇姆兒聽到就笑了 皇上你看看你師傅多孝順 你有一半的孝心也好 順次想一想 突然揭一聲笑一笑 哎呀 我一想到師傅 被他顳梁追打他的樣子 我忍不住覺得好笑 大玉兒黎了順次一眼說 白厭 黃顳梁啊 我真的不明白了 老太太言下之意 好像覺得寧願熊師傅死了 都不願意她做我們大清的神子 黃帝 黃帝 在這個神州大地 漢人多我們滿人不下百倍 但他們都是你的神問 漢人的心你都不了解 這樣你又如何治理天下呢 今天你看到這件事 正好是你如何了解漢人的一個開端 蘇末爾說 你可憐一下熊師傅 蘇末爾跟著說 這個也是其次 格格 你應該趁這個機會 給皇上看看 如何化解爭執 亦都給皇上明白 究竟漢人百姓 會是怎麼想的 大玉兒聽到她這樣說 就點了點頭說 好 那讓我試一下 到了第二天 信箭又去了洪成囚府裏讀書 兩個人正在討論學問的時候 剛剛讀了一陣 有家丁進來稟稿 說聖母皇太后出宮上鄉 回來的時候 現在準備來洪大人家坐下 請洪大人預備接家 洪成囚一聽大起一驚 她立刻出廳迎接 大玉兒坐下之後就說 想請洪老夫人出來相見 洪成囚立刻就進去 扶住洪老夫人 請她出前面的良庭 洪老夫人昨天打到背了 但是打還打 畢竟這個自己都是兒子 所以今天 就已經收了這把火 但是她是很執拗的 不要拘捕我 我哪個都不肯見 媽 想見你的是聖母皇太后 洪老夫人一聽就停下腳步 吵得更加大聲 我管她是什麼皇太后子太后 要我向那些盲人下跪 做不到 你老人家幫幫忙 你打個招呼就可以了 王太后不會為難你的 用什麼打招呼 你不是說我已經被你激死了 不見不見 洪成囚一邊求求 一邊又扶又拉 把洪老夫人帶到良庭裡面 洪成囚 大玉兒和信志兩個人 滿面微笑地坐在那裡 蘇抹爾和小唐站在他們身邊 就立刻行禮說 神功請皇太后 皇上聖安 洪大學士請起 洪老夫人見到洪成囚 向滿清的皇帝行禮 吐得用拐種在地上 咚咚咚咚咚咚咚 凌轉身就要走了 大玉兒站起來說 打擾了老夫人的靜仰 真是對不起 不過既然你來了 為何不坐一陣呢 向下的粗野之人 不懂得禮訴 竟衝撞了皇太后 老夫人放心 你現在又不是連接朝河 我是順道來探望你 我們聊聊天 何必驅禮於什麼禮訴 洪老夫人見到這個皇太后和顏月色 說話又那麼謙虛 對自己還有些恭敬 就覺得很奇怪 轉頭看看大玉兒 冷冷地說 老身何德何能 夠膽無動皇太后 屈尊降貴前來探望 聽說老夫人的名神之後 知書釋禮 教子有方 所以我突離討教 嗯 教子有方 老身最後悔 就是生了這個不忠不孝的聶子 洪成囚聽到滿面尷尬 倒下頭都不敢出聲 大玉兒就說 老夫人 你責怪洪學士 不應該投降他們大清 嗯 洪老夫人冷響一聲 不出聲 大玉兒微笑說 老夫人 知書釋禮 熟讀經史 你還記得古時的名神 管仲和魏精 他們好像都不是從一而終 但是史書對他們有煲無便 是因為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能夠 輔助自己的新君主做好事 哼 洪老夫人看了大玉兒一眼 想說什麼 但終於是忍住 大玉兒看著她說 我猜到老夫人想說什麼 你說管仲和魏精 新舊主子 都是同一幫的人 而我們滿洲人是二祖 是不是呢 洪老夫人沒有出聲 但是神情已經看得出她默認 大玉兒繼續說 老夫人 我看你也是想不開 你們看人說的三王五帝之中的信 是東兒之人 周文王是西兒人 但他們君臨天下 都能夠使四海歸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施政 可以從全局著眼 而不覺得自己是疑敵之邦 所以根本就沒有所謂 就是懷疑的分辨 洪老夫人聽到神色 覺得有點猶疑 很想反駁 但是 大玉兒這番話 的確很有道理 不知怎麼駁起 大玉兒說 其實我們並不將我們自己當成愛人 希望漢人也不對我們見愛 我外申國羅氏 本來就是大信的後裔 滿漢本屬一家 以後就更加會混成一體 黃太后你講得好聽 不過 恕老身直言 老百姓是不會喜歡你那些 滿洲人在我們中原的 這樣 老夫人也恕我直言 你說現在的賦稅 比明朝輕 因為比明朝重呢 利智是比明朝好 因為比明朝壞呢 老百姓安居樂業 是現在多 還是你們崇禎皇帝的時候多呢 洪老夫人有點不滿 這個我也承認 但是其人壓在我們漢人頭上 朝中是這樣 民間也是這樣 漢人的心當然難過 這是事實 一時改不了 但是將來始終要改的 老夫人 現在的大權都在親貴手上 將來皇上親政 我希望他做一個明君 創造滿漢一家的太平盛世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要將皇帝交給洪先生教導 洪先生 其實他一個人 現在是關於天下的福惡 洪老夫人聽到 面色終於和緩下來 甚至有些感動天 洪成囚趁機跪下就說 媽 前明皇帝 前明皇帝 子彤安樂 搞到天下民怨沸騰 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明朝不滅亡 是無天理 我不是因為可惜自己的性命 所以狗且偷生 還是我想著捨棄自己 一個人的聲譽 輔助新潮大行人精 我雖然對不起前明 但是我自問 我對得著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洪老夫人想一想 嘆一口氣 他扶起洪盛醜 兩母子流出了眼淚 他們本來的誤會 現在終於消融了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